全長235公里的三環六線 搭配公車路網 民眾通勤往返都便利 今年適逢新北市升格10周年 回顧交通建設成果 市府也定下未來目標 2030新院警 要打造智慧交通城 我們以5G大數據的分析 提升了我們的智慧生活 新北市交通局表示 10年來大眾運輸使用率 從26%提升到35% 更是全國第一個 將自駕電動巴士 導入公共運輸測試計畫 還貼心設置通學項2.0 透過影像辨識 能及時偵測違規 大眾運輸提升率 最少可以從35%到45% 也可以再要求高一點 往50%邁進 除了持續強化公共運輸系統 交通局也致力推動 綠能交通工具 清梅市除了有共享電動機車 也正在籌劃電動輔助自行車 讓民眾有更多元的通勤選擇 記者林西線網安寧新北市報導